一言李彩华3月17日现身香港大浦区向民众派口罩 老公Eric也有现身帮忙 李彩华表示跟圈中好友例如王祖兰等 一共购得3万个口罩 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其实早前李彩华到日本北海道旅游 也见证了当地疫情的发展 一度令大家非常担心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算是挺走运的 因为我们去跟回的时间都是刚刚好 去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事情 到了之后就说北海道疫情挺严重 但是我们在二世谷那边 就是滑雪的地方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回来的比较早 因为过了好像几天之后就说没有飞机回香港 所以我们其实也挺算走运的 刚好我们也是挺注重安全挺注重卫生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事情 对啊 另外李彩华的老公Eric也是刚刚从柬埔寨的金边回港 李彩华表示为了安全起见 特地让老公在当地隔离了足够的时间才回来 对啊 对啊 因为他也是刚刚回来 他后来飞去东南亚去工作 然后我特意让他过了14天之后 就第15天才回来 所以就没什么事 不用隔离 然后他其实今天他都不知道我们是来拍口罩 但是昨天才知道 对啊 然后今天我妈也是一起来了 因为其实之前订了这个口罩也订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现在订口罩其实什么时候才能到 都是一个迷来的 所以刚好前两天那个口罩就到了 然后我们就今天就来拍了 另外去年才跟老公结婚的李彩华曾经表示婚宴会在今年举办 如今因为疫情的问题 不知道婚宴是否要推迟呢 对啊 因为今年就是 其实还好我们没有开始看那些地方 不然的话肯定会延期 所以今年现在这个时间 大家都要共同努力去度过去面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等疫情稳定了之后 再开始再看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也不着急 因为反正就是喜事都是开开心心的嘛 所以我觉得等一个适当的时机 再去补摆喜酒比较好一点 某方全美 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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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